好,下一位謝偉俊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或者法律國人都幫忙參與一下這個意見 一看回我們財委會議事規則 第37條和37條大A 37條就說如果除非我們有另外的規定 否則的話就議事規則的29-35會適用 但是似乎我們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條文 或者情況是可以用29-35的 再看37大A 但是在裡面先看一下那個議程 有沒有包括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是非議程的問題的話 如果任何人提出動議是可以的 但是主席要先決定這個議題 是否和有關議程的問題是相關的 而第二最重要就是 要讓委員會同意 是否應該馬上處理這個動議才再處理 所以在未處理任何 是否應該辯論或者投票之前 主席你應該交給我們會 看看是否應該處理這個問題這個動議 如果是一個臨時動議是沒有任何議程的話 是應該不需要這樣即時處理的 那希望你可以 或者法律官都給下意見 是否這個方法會更加恰當呢 而我順帶都 如果我提一提的話 就的確主席剛才的說法是對的 因為任何臨時的動議 無論是動議本身 或者是修訂案 都是要書面提交給 因為是臨時的動議來的 而第三我想補充一下就是 是否應該備職呢 我們看回議會當然有些 以往的所謂案例 有些做法 甚至乎普通會 會常規都有 又或者更加嚴謹的法庭 都是如果任何人 指出法官不應該審案的話 通常來說 法官本身要做一個自己的決定 是否應該是作這個備職的 如果他認為不需要的話 其實他是要承擔後果的意思 至於任何政治上的會議 當然主席剛才是很公道的 希望嘗試議員給意見 這個是你自己的決定 但是你又應該可以考慮 剛才我所講 關於臨時動議這個問題 麻煩主席 或者麻煩法律公司回應 法律公司回應 法律公司回應 主席 這個真是程序上的東西 我還想秘書都解釋一下 秘書 秘書 主席 37A那個條款 其實最主要是 就著一個討論的議程項目 給委員發表意見的 這個通常我們是說 一些政府提出的財務建議 議員有意見可以基於 37A條無經預告 提出一個一項議案去發表意見 現在委員處理的 和37A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至於謝議員說37A那些 沒錯是需要有預告期的 但是現在我們桌面上 處理著的都不是這兩款的議案 實際上主席是處理著 陳委業議員最初提出 希望委員會去處理 說主席是不適宜 就著這個新界東北的項目 去主持會議 主席我用一個補充少少 剛才秘書就說 37A就說是應該針對財委會的議程 但是我看37A本身 只是說針對任何現在在案的議程 就沒有說一定是財委會的議程 因為現在這個動議是臨時動議 我看表面上37A都應該適用的 麻煩你再給點意見 多謝主席 37A裡面有提述過的 就是說一個議程項目的 議程項目 如果我們看回會議程序的第22段 財委會的議程項目是一份討論文件 所以一般我們扣上去 就是要有份討論的文件 最主要是政府提出來的討論文件 好 好